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前曾经公布伊斯兰娱乐节目指南 要求男女观众分开做的大马伊斯兰发展局总监奥斯曼穆斯达法 今天就谴责示威者行为不当 他说示威者应该依法行事 同时也应该尊重这个多元性的宗教的国家 他预请示威者得看回地方政府的条规 如果有错才去纠正他 接着是雇员攻击金局首席执行员沙里尔利杂说 虽然首相纳吉宣布会员可以继续在55岁领取全额的存款 但是问卷计划还涵盖最低缴纳攻击金等其他重要的问题 所以问卷活动将继续进行 针对这样的说法有网民认为 政府都已经拍板了还要问什么 甚至对政府的两种说法感到混淆 另外也有人不解在5月5号才结束的问卷 首相为何要这么快就做出宣布 来看社会新闻 这位穿着蓝色上衣和牛仔裤的男子 今年已经67岁 他被指利用各种手段 如利用钱临时电动游戏等 在三年内引诱了11名 年龄介于8岁到14岁的男童 陆续到他的住家 除了让他们看色情电影 还教到他们手影及口交 甚至以手机拍下他们的裸照及短片 作为私人收藏 那警方在本月12号突击嫌犯住家逮捕他 当时屋内还有两名小童 嫌犯今天被控上庭指他向受害者 进行过分的色情行为 抵触刑事法典第3771条文 但是他否认有罪 据了解的嫌犯一旦罪成 可被判监禁令家鞭打 芙蓉基植中学一名保安员 向校内一名17岁中学生姓氏问罪 指证明学生的态度嚣张和挖苦他人 连同5名同伴打伤他 保安员等人围殴学生的行为 被在场的其他学生用手机给拍下 并上载到社交网站 警方昨天接破头报后 已经扣查4名男子住查 包括保安员 据了解证明保安员在中学任职 已经有4年 把焦点转向新加坡 一名女童昨天不知为何 跌出二楼住家的阳台外 女童的头部卡在栏杆处 双脚踩空 情况触目惊心 就在人人高喊小心的当儿 一名在附近施工的客工健壮 奋不顾身的爬上墙壁 及时救了女童一命 目击者用手机拍下整个抢救的过程 并将影片上传到网络 证明客工的英勇 获得网民的大力赞赏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新闻 请继续留守白隔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